刚刚看完门诊 现在回手术室还有一台手术 今天有点心里面胶着的是 一个孕妇怀孕了三个月 长了一个一公分的摩布里节节 结果节节贴的胸膜很近 他很怕成为颈润癌 然后有转移 本来他跟了我好长时间 准备明天给他做手术 因为做手术的话 用麻醉药 用各种药物的话 会引起有潜在的风险 比如说导致流产 导致胎儿的一些发育的问题 所以本来很纠结 我们医生也很纠结 不做吧 有肿瘤进展的风险 做吧 高龄产妇好不容易怀上孩子 确实很多风险 所以面临了很多医疗风险 潜在的医疗风险 还有还有这个伦理的问题 所以刚刚我们又跟妇产科 麻醉科的专家一起讨论 也准备了本来准备启动第三方见证 来帮他解决问题 但是最后还是经过大家讨论 决定四个月后再来解决他的问题 可能用药麻醉等等更安全一些 所以医疗经常碰到一些纠结 很矛盾的一些问题 其实真的是要考验智慧 考验团队 所以大家一起商量 一起去解决才是最主要的 医疗上没有完美的方案 可能选择一个最适合的是最重要的 刚刚跟这个孕妇刚谈完话 她还是很空情达理吧 理解了我们的难处 也愿意配合我们 再过一个月再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